第九位主委员红杉真要好好地认识 同样也是看报消息 我们来看就是明镜国社 明镜国社作用水电主委有方法 它们利用好下地下室的空间 来保护水、回收水 当时设定定时等电系统丁丁丁的设施 19个水电池的计则 1916年最高峰 78万来说 6年以来总共新下96万 先说下地说有没有 好准这人减设计的团线为 这人真幼稀好并算各种小作 全国的第一名 下地报作的仲金30万块 打开铁片所看到的是 第下是利劳的空间 地点满满的回收水 水管就是客水公所收集的博水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 这么大的储存量的 法氏基础的雨水草 于是我们就请水电师傅 做了一个雨水管 然后从这个排水管之后 把它接到我们地下室的 法氏基础 但林总部厨师部座長的叶冠宏 是主人科的老师 对水电的作业有了解 也有兴趣 所以设计到关销 以回收到河水和水 来提供压火 穿水便宿 最后好好用水的度数 对96年的14277度 降到去年的5393度 另外说到新电 刚才台湾到老师的这个电池 竟设计到定时的断电装置 让电器在下班之后 和加力都减少用电 装设这个自动断电的系统 所以在下班之后 或者是假日 我们约可以每一个小时 可以节省2到3度的电力 那这个一天以10个小时 计算大概是2、30度 那一个月下来 算是很可观 可以节省下几千块的电钱 省水省电 一年大概为学校 节省了16万左右 这个是除夕有6人之久 面向国秀厚中夜政学标识 浩风近年来 运用能够支出的行政汇用 进行到新电新水的工程 过程当中没有申请到 经费保障 全部可浩风的热量 6年是升下96万的水电汇用 只要下在到纽约报 浩风资议监团 辅助团计为 资议这优雅厚厚并算 国庄秀厚的全国第一名 你中间虽然有30万 但好好必须配合一项 和风凛议资议参加 在教育部的比赛 但说必须只比配合3万块 是相当不合理 原来是好意 说这个奖金 全国第一名有30万 但是那附带一个说 要学校注策一层的经费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奖励金 应该是要鼓励学校 来发挥这个效益 而不是让学校 再另外去策那一层的配合款 我觉得这样是 诸度在设计上比较傻吃 当时国庄部一中间 要指定输用的项目 而且这国分前就必须输用完毕 和方建议开放拆个指定的项目 这些是国庄部一中间 才能够得